在美国有些富商他们闲闲没事 突然之间就会想做一些比较有创举的事情 而这位富商是谁呢 一个地产商他很有钱 但是有一天有人卖给他一张古地图 这张地图上面有一艘沉船的位置 他就想说我一定要去挖这个宝 挖呀挖结果挖了几次都没有收获 结果最后一次他决定这次挖不到 我就不再到那里去海底下探险了 挖到了什么呢 挖到了许多的翡翠啊 翡翠挖上来了 它可乐啦 这一下子我之前投下去的成本 再把这些翡翠一卖掉 我还会更有钱呢 可是这些翡翠却出了个问题 卖不掉耶 天下没有白痴的午餐 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但是James Covey这个房地产商 一开始他真没想到这个道理 一开始他真的是被钱给冲昏头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喜欢冒险 尤其喜欢潜水 有一次他在佛罗罗达一个酒吧里头 就遇到了一个 他认识多年的潜水员 就这潜水员突然的 讲着讲着呢 就拿出了一张破旧的地图 然后跟这个James Covey讲 他说你看这个地图很老旧对不对 对 我告诉你他 是我以前在潜水的时候得到的一张海底藏宝图啊 这地图是真的吗 对 结果James Covey就想说 那你有什么证据 对啊 结果呢 他又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个桃器 而且这个桃器一看就很破旧 而且年代久远 上面还有很多贝壳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人拿出来主要是给James看到说 这个桃器就是从这个地图上面的位置去捞出来的吗 对啊 结果James Covey一听呢 他很相信他讲的话 马上就讲 老兄 你这张地图值多少钱 500块美金给你买够不够 潜水员说 Bingo成交没问题 500块 Done OK 好啦 500块美金 他就拿了这张差不多好的地图 但是问题你还得到海底面去捞耶 我跟你说 他呢 我们下一张图就可以看到 他去捞了没 去捞了 他真的去捞 他还全身进入 一开始呢 当时2008年不是刚好是金融危机吗 他等于是请毕生所有的家产去捞 然后呢 房子呢 能卖的就卖 但是卖不掉的 他就去借钱来 这样子啊 这样子捞了捞 超宝乐 超到这样子 但是我跟你讲 你看过那个什么 铁达尼号电影里头你就知道 他们不是一开始也是去捞铁达尼号 乘船物吗 对不对 那需要很多的设备耶 是 很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所以那不是几千块几万块就可以解决 他一开始就花几十万美金哦 你看这些人都是钱啊 船啊都是钱 然后潜水到那海底下面去找 好 结果后来一直都没有成功 那我直接讲到他成功的那一天 话说他的GPS定位 发现了底下有那个一些 奇形怪状的东西 他怀疑就是沉船 然后再靠着金属探测器 他终于找到了 就是画面中你所看到的 那些他本来一开始以为是玻璃 结果 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不是玻璃 那是绿色的石头 还沉的深度还不深耶 铁达尿沉的那么深 你看这些翡翠 全部都在比较浅的海滩里面 好这个绿色的石头呢 他一开始根本不晓得是什么 所以他就拿上来 然后交给了高级的珠宝店去鉴定 结果呢 那个鉴定师告诉他说 你错了啦 这是翡翠啊 而且我告诉你 那发了 你知道为什么 James Kowe一开始以为它是玻璃吗 因为那个鉴定师告诉他 这是顶级的 这是玻璃种 这是水种 来 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水种 翡翠最有名的就是在缅甸 缅甸几乎称翡翠叫果实 它有一种叫水种 分量的啦 是顶级的 好啦 结果呢 James Kowe一说 我真正出文啦 马上就去找一些 想跟他一起出文的人 说你愿意出钱 好啦 结果大家都已经集资 所以你知道他这样捞了多少 捞了多少 36公斤 6.5万颗啊 哇 那不得了 这些卖到市场上面 可值了不少钱 你看这照片里面多少的翡翠啊 但是立刚不要太兴奋 你可能不了解美国的法律 你以为捞到就是你的吗 不是吗 美国的法律规定 你今天捞到这些 你说它是乘船物 你就必须去把所有的海底乘船 把它的货运清单弄出来 证明曾经载过这个 不然如何证明这是古乘船物 我可以说是独销走私 我可以说这是账物啊 但是问题是这些船 如果说它没有行进进入美国 我怎么找得到这些船机资料 只好从周边的乘船开始打捞 又得花一大笔钱 好啦 结果周边的乘船 他们也去调货运清单 发现什么都有运啊 就是没有运翡翠啦 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海外防律队 Cost Guard的一些警察也出来讲 这搞不好是以前 我们在弃毒毒箱的时候 他们遗留的什么 账物也不一定啊 你的意思是说 毒箱它不只运毒之外 还运了翡翠去偷偷的卖 对 好 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哦 James Covey呢 他不但一方面要跟政府打这个官司 另一方面呢 他也先找好了后路 他找到了说代理商 以后如何来帮他卖这些翡翠 准备要行销了 对 结果那个代理商 他本来不找还好 一早啊 代理商发现 哎哟啊 James Covey你交给我的这些翡翠 他曾经做过一种 还养素质的加工技术 等一下 什么是还养素质啊 还养素质这种加工技术 就是可以让翡翠看起来不亮 结果没想到这个技术 是近五十年来才有的技术 那你的意思说 那不是古董啦 那不是古城船 它是这五十年来的 这五十年来的只有 更有可能是走私的或毒销的 所以你是不是这批翡翠的所有人 现在美国政府没办法承认 没办法承认 James Covey现在他就破产了 天哪 原来这些翡翠还是毒销的 但毒销的翡翠 他James Covey把它捞起来 应该可以卖吧 居然还不能卖耶 这下子他还真破产了 而国民党呢 现在这时候是不是信用破产呢 想想看929的全代会 本来要在国父纪念馆开 现在要移位置咯 移到哪去 我以为为什么要这样子移法呢 其中有许多的玄机存在 休息一下 进入新闻龙卷风最近报 进入新闻龙卷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